那随着中秋节 国庆节的临近 中国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喜迎佳节 在西藏墨托 吉林长春等地 随着优美的伴奏 众人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 人们随着音乐挥舞着手里的国旗 用歌声传递着对祖国的热爱 内心感觉汹涌澎湃 我作为一名中国人 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 祝我们的祖国 国富名强 繁荣长盛 连日来 在浙江农村 万家文化礼堂 千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已陆续开展多场迎国庆活动 人们用歌声唱出了 新时代农民的美好生活 随着双节的临近 各地装扮一新 在安徽黄山 千年古村城坎村 当地村民将收获的玉米 辣椒等农作物 摆成寓意庆祝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的七十字样 我这次来的是第一世纪 这么大的赛球活动 感觉人民这种丰收的实践事情 然后感觉祖国日益的强大 青岛的月饼达人聚在一起 各显身手 市民们也忍不住 伸把手一同体验 品美时还可以赏花灯 走进江西万载古城 处处已是张灯结彩 双结气息扑面而来 在云南昆明市博园 千组花雕艺术万盏绚丽彩灯 将夜空点亮 在甘肃兰州 五百架无人机灯光秀 点亮了黄河之冰 在四川自贡 一场燕火秀盛大上演 献立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变化确实很大 我的心情也很激 因为自己的祖国 有真美好的荷山感到骄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